身为一个阳黄子孙 应该说时刻都不应该忘我自己的祖国 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家乡 如何帮助家乡这些像皇帝这样重要的IP 在海外进行文化传播 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和责任 当我步入到着乡的时候 就是想祈祷 就是想祈福 保住我们的国家的繁荣参胜 我是叫祝小林 是2001年就是留学到法国 目前呢也在法国定居了有20年 在2009年我们决定就是回到祖国 也就是回到我的家乡河南 参与了家乡的这个新的这种时代的创新 我叫任祥 是全英河南同乡会的副会长 在英国持续待了大概20年 17年的时候呢 我会当个郑州 在郑州从事生物医药 大数据 物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工作 我是陈小淳 我是98年来河南 创办了郑州西亚斯学院 在我出国之前呢 因为比较年轻嘛 可能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认知和诉求 和我回国之后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80年代初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有很大的偏见 不了解 要一点一点地地讲 到最后大家很多人 包括很多很多州 春节是他们的法定假期 盐黄文化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 也是龙头文化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2017年 参加这个皇帝拜祖大典的时候 当时我举过一次我们的姓氏牌 当天我记得我是穿着雨衣 我们是在雨中进行这个拜祖 然后我举着住姓的牌 那么看到这个牌的时候 我心中由衷地要说 我一定要将来把我们住姓的牌高高举起 然后让它融入在我们河南姓氏方镇的大潮中 每年的英国皇上华人都会受邀 来我们新政参加拜祖大典这个活动 因为疫情原因 2020年来不了了之后 大家就说我们能不能把在英国的皇上华侨 聚集起来搞一个拜祖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封在了酒店 在酒店完成了在英国拜祖线上的这么一个工作 也是确实发现了我们整个皇上华侨 对于皇帝拜祖工作的这么一个认同和热情的投入 受皇帝文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有责任来传承皇帝文化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位学子 首先要明确他的这个文化的根 在这四年他要多更多的了解和学习皇帝文化 那么同时呢他走出去 另外带着一个他自己的社会责任 就是要帮助我们推广传承我们的皇帝文化 首先呢我觉得很光荣 能够作为一个皇帝的后代啊 炎黄子孙能够参与和组织有关的活动 我觉得备受荣幸 我们只有国家繁荣和强大起来 我们在海外才能够挺直腰板做人 炎黄子孙实际上赋予我们每个中华民族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长着一个黄皮肤 我们是黑头发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们在血脉里边 在文化深处对我们这个炎黄文化的这种认同 因为我想借了一个拜祖 呼吁我们全球的人都来关注 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国家的这个强大 其实跟它的文化的强大非常有关系 也希望我们共同都有这个机会 都为了回家拜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